据说有个老六做饭时油锅升起了明火 慌忙之下他将一杯水倒进油锅里 结果发生了爆燃并且火焰达到了九米高 可着火的油加水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族本想借用邻居的厨房进行爆燃实验 但却遭到无情的拒绝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消防演练中心 因为这里可以明目张胆地实施纵 首先亚当利用云梯在墙上安装了九米高的标尺 以便在实验的时候测量爆燃火焰的高度 而吉里则在平底锅里倒满了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将会用热敏传感器检测油温 一旦油锅被加热着火后 他们就会倾倒上方的水杯 看爆燃的火球究竟能有多高 之后吉里打开了火炉的开关 传感器显示油温迅速上升 并且很快冒出了氢烟 当温度达到340摄氏度时 油锅内开始燃起了明火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此时亚当拉动了释放水杯的绳索 油锅瞬间爆燃喷出巨大火球 虽然火焰高度只有6米高 但如果此时旁边有个倒霉鬼的话 估计已经变成了烤乳珠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壮观的景象 是因为水在遇到热油变成水蒸气时 体积会瞬间增大上千倍 并带着油从锅中喷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恐怖的火球 而为了让火球更加猛烈 他们改用了燃点更高的花生油 这次油锅达到450摄氏度才开始燃烧 而当亚当再次将水倒入时 这次的火球明显大了很多 高点为7.4米 相比留言中的9米还有些差距 最后他们用美味营养又健康的猪油进行了测试 可这次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之前的高度 而且残留在锅中的火焰很难灭掉 所以大家在炒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他们决定改变油水的比例 看这样能否制造更大的火球 于是他们决定先在防爆室进行小型测试 等他们准备好道具之后 首次尝试的油水比例为8比1 当亚当将水倒入油锅中时 瞬间喷出的火球直冲屋顶 这就导致不能直接测量火焰的高度 随后他们加倍了水的用量 可火球的大小几乎和之前一样 之后他们又继续测试了2比1和1比1的油水比例 却发现四次测试的结果相差并不大 最终两人决定用2比1的油水比例进行大规模实验 下面他们来到鸟不拉屎的锋利发电厂 并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假人进行代替 为防止火势失去控制 消防员已经准备就位 等他们布置好2比1的油和水之后 锦利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同时所有人后撤到安全位置 当油锅中燃气火苗时 锦利立即拉动了释放绳索 而这次火焰轻松超过了9米的高度 可锦利却还想体验更壮观的焰火效果 于是他决定将高汤罐头丢进着火的热油锅里 实验刚开始油锅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半分钟后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 翻滚的火球直冲明霄 并在空中形成一朵蘑菇云 所以热油着火非常危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千万不要随意尝试 据说有个大聪明为了快速拆架 他将5个巨型钢球挂在空中 然后用牛顿摆的原理成功拆掉了邻居家的房子 可放大版的牛顿摆真的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制作5个超大钢球 但在全尺寸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小型测试 因为牛顿摆的实质就是能量传递 当一侧球撞击其他球时 另一侧相应的球也会被弹出 于是他们计划不断增大钢球的体积 以此来测得能量传递的效率 首先他们从最小的模型开始测试 亚当在牛顿摆两侧相同距离上放置了两个木块 然后从木块位置释放一号球 通过测得五号球被弹起的距离 就能得到他们的能量传播效率 而在第一轮测试中他们发现 五号球离木块仅有2%的距离 也就是说能量传递效率达到了98% 随后亚当用更大的钢球重新制作了牛顿摆 亚当再次释放了一号球 而这次五号球与木板的距离为一厘米 相当于有3%的能量损失 但相比之前的2%差距并不大 为了让数据更加直观 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 并且这次钢球的重量达到了15公斤 已经超过最小钢球的300多倍 可当几米释放了一号球的同时 五号球被弹到了相当高的距离 而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这次的能量传递效率依然超过了94% 显然随着钢球的增大 能量传递的效率会不断变小 但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理论上制造出巨型牛顿摆还是有可能的 可如何才能做出超级大的摆球呢 经理认为往空心钢球中灌入水泥 就能轻松制作出大摆球 于是亚当将5个空心钢球钻开 然后分别朝里面灌入等量的水泥 等它们完全凝固之后 亚当继续开始了测试 可这次钢球如同探索哥一样两三下就完事 这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吸收了大部分能量 从而导致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 可究竟如何制作钢球才能减少能量损失呢 这时经理再次想到了搜主意 他们将浮标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拼接上8公分后的硬化钢板 并且里面焊上钢筋支架进行固定 同时往空心部分填充满水泥 这样5个超级大摆球就做好了 可单颗重达一吨的钢球真能成功弹起来吗 之后他们来到核潜艇维修中心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5个钢球分别被悬挂在钢架上 等他们调整好水平位置之后 亚当拉下了1号球的释放绳索 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来 反而上方的钢架发生了移动 显然大部分能量转移到了钢架上 于是他们将钢架进行固定 同时也把1号球拉到最高位置 以此来获得更大能量 然而当钢球再次被释放时 尽管产生了超过1000千帕的撞击力 但依然没能让5号球摆动起来 考虑到单钢缆结构可能导致着力点发生偏移 最终他们改用V型双钢缆再次进行了测试 虽然这次能量传递效率大大增强 可钢球还是没两下就卸菜了 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 巨型钢球的能量传递效率仅仅只有45% 相比桌面牛盾摆的90%多差距太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球体越来越大 各个部分的能量损失很难控制 尽管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 据说有几个精神小伙为了寻找刺激 他们在刮龙卷风的时候出去嗨皮 结果其中一个倒霉鬼被吹走的玻璃砍掉了脑袋 可现实中这种事件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炎祖决定亲自进行砍头实验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于是托瑞拿出了自己的核磁共振头 并参考图像对二师兄的脖子进行了整形 然后凯莉小心地将它缝合起来 在套上硅胶人头之后 一个栩栩如生的仿真脖子就做好了 由于龙卷风也要分369等 而一级龙卷风的时速为64公里 这羽人随手丢出玻璃的速度相当 所以刘炎祖决定用轮流飞玻璃的方式进行测试 并且用到的玻璃为住宅区常用的规格 看这样能否将人头砍下 首先上场的是凯莉 等她穿好防护面罩之后 拿起一块玻璃就对着假人飞了过去 但尴尬的是不仅没有伤害到假人 还差点送走了隔壁的同时 并且在随后的十几次测试中 她都完美地避开了目标 之后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凯莉的最高时速仅为40公里 根本达不到龙卷风的最低标准 而相比之下格兰的技术要好很多 她不但在飞第二块玻璃时 就精准命中了假人 并且最高时速达到了80公里 但并没有让假人脑袋搬架 所以实验的希望落在了托瑞身上 随着她用力一甩 玻璃以109公里的时速击中假人 虽然这已经超过了一级龙卷风的速度 但假人脖子依然只受到了皮外伤 反而玻璃在击中目标的瞬间就炸得粉碎 显然这样的速度并不能切断人头 那么如果是超强龙卷风 又能否让人的脑袋搬家呢 接下来他们重新升级了实验 于是来到了当地的海军基地 并决定将玻璃水平安装在皮卡车上 然后通过汽车的加速来模拟龙卷风的速度 看这样能否将假人的头颅割下 但由于常见的二级龙卷风时速达到240公里 普通皮卡车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 所以他们通过动能换算得到 只要用一块更厚更大的玻璃 就能以64公里的时速达到二级龙卷风的效果 等他们安装好玻璃之后 砍头实验正式开始 随着格兰一声令下 脱锐启动皮卡车加速前进 很快时速就达到了64公里 当玻璃接触假人的瞬间 脖子竟直接被一刀两断 但同时固定人头的支架也被撞倒在地 为了让脖子断得更加利落 刘烟组决定将车速增加到109公里 这样就能模拟超强龙卷风的效果 因此他们重新开始了实验 而这次只听到嘣的一声 假人的头颅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应声掉落 显然在绝对速度面前 人的脖子显得不堪一击 可托瑞认为玻璃的厚度 与汽车的动能影响了测试结果 所以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刘烟组决定改变测试方案 于是他们打造了一个玻璃发射装置 它能依靠电机驱动两组轮胎高速旋转 然后将玻璃以龙卷风的速度发射出去 等格兰安装好假人之后 凯莉启动了发射装置 这时玻璃以119公里的时速飞向了目标 并瞬间让假人伸手一出 所以刮龙卷风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出去喊 据说咱们大疆无人机的讲业能割破喉咙 并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无人机商人的报道 难道无人机真的就这么危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首先留言组对手头的无人机进行了飞行测试 吉尼选择了动力强劲的商用无人机 它的8个马达能产生2800瓦的功率 而亚当拿到的是玩具及四轴飞行器 虽然它的操作相对简单 但刚起飞就被吉尼的大飞机拍死在地上 可见这种无人机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但我们一般人能买得起的民用无人机又真的能割喉吗 接下来亚当弄来了两架不要钱的民用无人机 亚当推动遥控想炫耀一下飞行技术 没想到用力过猛直接撞碎了墙上的灯管 为了测试无人机讲业的杀伤力 他们决定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尼将标准尺寸的蒋液和电机安装在木棍上 并且以飞行时的速度旋转 然后对着一只轻眼机就开始切割 当飞速的蒋液接触肌肉时 瞬间就切开了一道口子 看来无人机的蒋液确实可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本次测试的木棍为固定状态 而现实中的无人机撞击后一定会出现偏离 为了进一步验证蒋液能否割破人的喉咙 两人决定做个大胆的实验 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喉咙割断 于是亚当打算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 而为了达到被割破后血花飞溅的效果 他们在假人脖子里安装了模拟紧静脉的管子 然后往模具中加入玻璃纤维 这样在灌入凝胶后就能达到类似人体组织的韧性 等凝胶完全固化之后 他们取下了外面的模具 在上方的容器中加入蓝色溶液 一旦脖子上的静脉被液片割破 里面的蓝色液体就会喷射出来 下面他们来到了无风试验场 并决定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实验 将假人固定好之后 吉米启动了四轴无人机 直接瞄准假人的脖子就撞了过去 可当蒋叶接触凝胶时却发生了卷曲 导致无人机炸机掉在了地上 而假人的脖子却安然无恙 随后他们换成了六轴无人机 他拥有更强劲的动力与更牢固的蒋叶 但在操作时吉米出现了失控 差点将亚当带上了天 经过重新调整后他们再次进行了实验 然而这次的结果还是没能将假人脖子割开 看来普通的无人机并不会对人造成较大伤害 为了将喉咙彻底割开 最终他们使用了拍摄用的商用八轴无人机 而它的蒋叶由碳纤维材料制成 基本不会出现弯曲的情况 但由于造价十分昂贵 本次实验由摄影师亲自操作 那么它又能否切开人的脖子呢 而当蒋叶接触假人的一瞬间 脖子立马就被划开一道孔子 并且里面的血液喷溅了出来 所以如果在外面看到这种大型无人机 你最好离它远点 不然造成的伤害可不是一个窗壳天能解决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在家尝试